中文字幕——YK 在中国统治之下,其余几个国家也基本处于中华朝共体系之下,从来没有过成为统一国家的历史,如果越南、老挝、泰国、柬埔寨需要合并成一个国家的话,其内部的整合也是很困难的,四国在历史、文化等方面拥有比较大的差异,也从来没有共建国家的历史,且东南亚战略位置特别重要,出于地缘关系考量。 周边大国也不愿看到一个整合的中南半岛,这四个国家都属于发展中国家,以泰国经济实力最强,2017年实现GDP4378亿美元,人均GDP突破6000美元达6589美元,越南其次,越南2017年实现GDP2159亿美元,人均GDP2385美元, 2017年检测在实现GDP222.52亿美元,人均GDP1434美元,老挝GDP为168.53亿美元,人均GDP为2058美元。 军事上,东南亚小霸王越南加上泰国,军事实力在东南亚绝对是扛靶子了,旁边的缅甸心理估计会有此害怕吧? 古代缅甸人打仗太厉害,经常把泰国虐到灭国,马来西亚心理也会暗暗担心。 泰国如果在对南部吉普用力时,生怕他会用力过猛,倒使自己敢怒不敢言。 在2000多年的历史进程中,曾经中南半岛的强权,都希望能将整个半岛纳入自己的版图。 但是没有一个可以做到,其中不仅受民族差异巨大,民族坚实力不分伯仲,地理地形的影响外,还有文化传统,外部干预等都个原因。 所以说,如果中南半岛可以统一成一个国家的话,经营好了最多成为现在的印度,经营不好可能就是曾经的南斯拉夫。 本天发自手机铁蟹网,没关热地军事动态,上手机铁蟹网。 M.Plexure.net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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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